俄罗斯军事基地在遭到无人机的突袭 外界研判这是乌克兰再次展现攻击穿透力 已经可以用无人机指导俄罗斯本土了 而另外乌俄双方持续还是在巴赫姆特这边激战 乌克兰预计明年2月底举办和平峰会 希望能够在联合国的协调之下停火 但是乌俄开出的条件毫无交集 现在看起来和平希望依旧渺茫 炮弹冲向高空击中目标 这会是俄罗斯说要彻底摧毁乌克兰的爱国者飞弹用的武器吗 俄罗斯国防部特别公布一段 士兵操作山毛举M3中程地对空飞弹系统的画面 似乎想先给乌克兰一个下马威 同时俄罗斯对乌东的轰炸不手软 乌克兰用法国给的凯撒自走炮还颜色 只要三到五名士兵就能操作的凯撒自走炮能快速部署 最快一分钟内可以激发 而且在电脑系统控制之下更能精准打击 攻击效率更高 有西方军援撑腰乌克兰继续打 但是这一仗真的难 乌克兰士兵死守巴赫姆特 在外围前线奋战 乌克兰参谋总部表示 俄军在巴赫姆特和利曼屡屡吞败仗 乌克兰夺回了卢盖斯克区六个被俄军占领的聚落 不过这代价令人触目惊心 整栋建筑物被烧得焦黑 看不出原本的面貌 巴赫姆特的居民每天就在炮身笼笼下 打水养鸡批柴领物资 生活像是倒退回到冷战后期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警告 俄罗斯要在2022最后几天继续激进 可能折磨乌克兰 但是乌克兰也没在人 监视器画面上突然看到一阵亮光和爆炸声 俄罗斯的恩格斯空军基地又被炸了 一个月内连两炸 这么巧还都是无人机执行的攻击 乌克兰虽然没有承认 但是外界普遍一侧 就是乌克兰再次展现深入敌尽的攻击掺透力 就是要打脸俄军 不过在年底回顾这场牵动全球的战争 CN在前线采访的记者很感慨 原本以为铁定不会打 结果连线到一半炸弹飞过来 天亮之后还误闯前线 直接害俄军撞个正招 一场战争改变全球 有没有和平曙光 乌克兰说 希望在明年二月底 由联合国调停下举行和平峰会 但他们也警告 俄罗斯总统普钦现在一边说要谈 又一边打的两面手法行不通 和谈机会目前看起来很渺茫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没有错而且俄罗斯还在持续的增加军力 当前在乌克兰作战的军队人数 已经是二月时期的两倍多 再交给韵文 他们来了解 好这是因为普钦呢 他为求胜利之下又扩大了军力 来看到是目前俄罗斯一共是招募了 多达三十万名新兵 还有两万名的志愿军 所以现在俄国的军力规模 已经是比他们二月开战之初的 十五万人还要多出了一倍 而另外再看到这个争议很大了 是佣兵集团就是瓦格纳集团 他们的五万成员当中 有多达四万人都是囚犯 都是受刑人 而且现在他们是在乌国的境内 是已经增加将近两万的兵力 是俄国兵力的 大约是占了百分之十这么多 而这个集团创办人呢 他本身其实就是俄罗斯的前军官 而且会亲自去狱中招募 还有粮食是更加受到各界的更加的关注了 而俄罗斯总统普钦跟独立国协领袖 在圣彼得堡举行峰会 他坦诚独立国协之间出现了杂音 普钦想要推动中亚版北约 确实有难度 另外根据乌克兰的情报显示 俄军阵亡的人数已经突破十万人大关了 甚至瓦格纳佣兵团也开始在前线吞摆着 对着镜头没开眼笑 俄罗斯总统普钦为了刷存在感 趁岁末年中找来独立国协领袖 在圣彼得堡开会 独立国协是由部分前苏联加盟国所成立 行政架构类似大英国协 只是碰上俄乌战争 普钦认了成员国间有分歧 战争让普钦影响力视为 先前他还遭成员国亚美尼亚打脸 拒签中亚版北约 目前看来还是只有白俄罪 中心耿耿三不五时 陪老大哥举行军业 尽管普钦想凸显自己不孤单 但战场失利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段由乌克兰国防部公布的影片显示 几名乌军像是进入无人之境 轻松挺进俄军站好 没想到里头的俄军 还是一副状况外 只能举手投降 前线俄军士气差 也能从这段录音 绣除端尼 根据乌克兰统计 截至27号 俄军阵亡人数又增加620人 累计已超过10万大关 乌克兰媒体报道 现在其实连瓦格纳佣兵集团 都开始败退 先前瓦格纳集团曾传出 找来传染病患者 或是囚犯当炮灰 现场也确实有死亡的佣兵 佩戴不同颜色的手环 吴君表示 如果戴着白色手环 代表这名佣兵患有肝炎 红色则代表患有艾滋 另外阵亡的佣兵中 还疑似有白俄级士兵 俄乌战争打了十个月 但是入侵国俄罗斯 还是保有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席次 乌克兰外长大声 疾呼应该拔除俄罗斯资格 在经济上 俄罗斯还是老神在在 坚称国际制裁影响不大 也不怕外国企业出走 这几天莫斯科还飘散出浓浓跨年氛围 一处公园高调布置出象征俄军的ZVO三个字母 不懂战争残酷的小女童同言同语祝福俄军 CNN形容俄乌战争让2022年成为近十年来国际外交测试最多的一年 好处是民主国家能展现团结 但从坏处来看也证明面对强国军事威胁 光靠外交手段根本没用 背后还是要有军力撑腰 向中国大陆就对台湾虎视眈眈 紧盯着俄乌局势发展 到底西方国家如何在2023年让普京得到应有的教训 而非只是维持虚假和平 成为西方国家明年最大挑战 天悦新闻 松阔报道